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德意志财子》 Talk 今天邀请来高丽香港的Fiona聊天 Fion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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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来 今次和我们拆解一下 究竟未来香港的营商环境有没有更好 因为我知道你本身认识很多租户 又或者很多业主 他们对物业市场做一个写字楼的租赁的时候 往往都肯定会向你透露一点点 甚至他们未来的一些扩张又或者收缩的状态 应该你就最清楚 有没有气氛更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三月之后气氛更好一点 但问题就是一些面积的成交面积也是偏小 譬如说第一季来说 那些成交面积都是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是两千尺楼下 但到了第二季有些历史就说突然间更好一点 尺数大一点 去到就是三千尺楼上 不过这些情况我觉得 这个需求其实市场也是偏弱的 如果不是的话 空置率不会那么高 是的 现在就保持着每个月 就算你们的行家报些数出来 在会处有些时候 就是滞后一点的 大家也看到 是不停在纪录新高的水平那里 我觉得短期内做不到 因为刚才说成交的赤数都不是大的时候 那怎么会短期内可以扭转呢 所以我觉得 后来业主也要想多一些办法 如何留下现在的租客 以及去吸引一些新的租客 待会你给大家一些选择 可以可以可以 想租的也可以 又或者真的想 身为业主 如何可以灵活一点 去变通的话 是 待会也给大家一些计划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到你们的行刊给我的 就是你们的空置率 看到整体 刚才你们所说的 16.7% 其实未来会不会感觉 上个空置率比较难落 因为我们说的 未来两年 其实整体香港的写字楼 供应都相当之多 如果你计16%这些 我听别人这样计 说有10栋中华IFC 其实这个高峰期 短期内是不可以减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 譬如新的租客 那边又有新的供应 我觉得都挺艰难的 尤其去年到现在来说 供应量每年都去到 300-400万呎的楼面 何况就是 你刚才听到我说 都是小尺寸多 短期内就改善不了 而且有些很有趣的情况 都发现到 很多人都归咎于 会不会是 所以那些需求就小了 你觉得呢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讨计 发现大部分公司 都已经返回公司工作了 香港算是 数一数二 全球性是上班最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 都不是因为 Wed from home 的问题 一定是 需要的 其实经济疲弱的时候 其实生意不够 都预期都知道 不会擴充的情况之下 也都有 down size 的情况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讨计 看到 原来 我们受访的385个租户 来说 其中27%都觉得 他们将来 是会down size 的 当然我们没有跟他们 考究到很小的问题 就是说 你会down size 多少 那我们都要看回他们的情况 接下来的缩细 会有多少 如果比例来看 你们2023年 那时候做这个讨计的时候 21%就会down size 就是会缩细 他们的业务规模 现在刚刚最新的讨计 就是去到27% 那你见到 扩张的比例 亦都跌了很多 其实跟他们对前景 觉得不明朗 暗淡等等 其实是否都有些关系呢 因为我见他们和你们说 都反映 我前面好像看不到曙光 相对于非常负面的 企业的看法比例多了 其实我觉得去年 大家都还有一个dream 会觉得刚刚就通关 譬如很多行业都想说 不是看定点的 直接说是抗张 不如看生意会来的会好些 但是今年就真的面对现实了 主要都是生意 看到的前景是否好 明朗 原来的而且在现实里面来说 生意量不够 你都见到很多公司 其实在今年里面来说 都是会裁员 或者搬的时候要小一点地方 或者逐租的时候 都是要小一点地方 所以变成了单厘的百分比 跟去年比较多了 要小一点地方 其实是一个 真的纯粹成本控制上面的考虑 还是有些人觉得 其实经过COVID之后 都真的出现了一些结构上面的改变 就算是在香港的地方 真的成本控制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做租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新租搬 新社字楼的时候 他们需要的面积真的小了 怎样呢 看着你 就是看着预算做人 我们叫做 省些租 省成本 当然 他们通常都会选 省些地方才省人的 人手方面 希望尽量都是第二次的 考虑 那怎样呢 再加上了 这就叫他一个星期翻三天 我看到有些公司是这样的 因为地方小了 你真的没有那么多位 那我们不如谈一下 那些员工 一、三、五、二、四 那些都会回公司 那些都是美资公司比较多些 因为要跟他们总部这样做 但其实整体性来说 很多公司 现在都是真的回到四天以上 那全球性来说 香港算是上班最多的地方 那当然不是全部都说 因为上班的时间少了 而去减散地方 也都有一些公司 其实是扩张的 那其实哪些公司 会扩张多些呢 譬如我看到 保险业去年 就比较多些 那数字 今年就开始缓慢了 但是都是扩张的 那也都有一些公司 因为他们 可能在COVID期间 他们走过 Wed from home 走得 都比较激进一点 那到真的上班的时候 我发觉都不太有地方坐 那可能都要拿回多些地方 那其实这个趋势 一向都是大概 比如保险 金融为主那些 就是相对乐观的比例 是比其他行业高一点的 的而且确实是 这几个行业比较吸引 都说要找地方 那一个例子 去年保险业 他们找地方尖沙咀 举例 10间里面 我觉得都有9间一定是 延伸的了 没有一间说不延伸 但是主要来说 都是开一些中心 给内地客户 和本地客户去开单 但是到今年来说 我发觉 数字缓充了 那原因是因为去年 已经延伸了 那你无情情也都不会 开完一间 又加多两间或三间 那好像都够了 但是也是有这个 requirement的 所以变成了 我们都看好 保险液 银行这几个行业 都还有扩张的可能性 但是其他行业来说 我觉得就比较困难些 因为就是看着生意去计算数 那成本控制一定是要看的 那所以成本控制 都还是一个主因 还有这个 trend 会不会有些不同 例如你说保险 甚至是一些金融银行 那类呢 他们都很多是一些 比较大型的 跨国公司也好 就是欧资、美资、中资 都是最大的那些呢 其实他们 我听过很多高管说 他们未来为了应付一些 例如ESG的需求等等 那些 那些是纳入了 那变成了他们有时 扩充会不会要考虑 其实搬过一些 比较新的办公室 甚至他们可以加分 其实呢 我就先不说ESG 先了 那我们做一个测试的结果 就是那些客人 如果他们要考虑一个 新办公室 或者是 就是逐租去 好点都好 考虑因素 一定是成本控制 就是租金 其次呢 都是一个大厦的质素 那我觉得呢 质素也是一个主因来的 为什麽呢 由去年到现在 我看到很多的成交 如果搬新办公室的时候 都是因为这两个因素 所以很多新的大厦 他们的表现 是比一些 我们叫做过了十多年纽龄 或者二十年纽龄的 是会比较优势一些 优势一些 出生一些 那我见到呢 这个表呢 最后那两行呢 就吸引眼球 就是虽然它的比例相对小 但是都你加上 就是把香港的业务 迁往其他地方 包括新加坡 其他地方 加上都7%和7% 那很多人说 你说需求弱 其实和一些跨国或者外资 下距离得比预期多等等 甚至可能迁出了 去第二个 整个区域中心 去新加坡等等 其实这个趋势 是不是有明显了 这半年 我觉得仍然在发生着 但是这个情况 比去年来说 是断下了 真的 因为去年我都见到一些 譬如采购公司 或者律师 樓 银行业都搬去新加坡 做一个总部 今年依然还有若干的数量 不过我觉得是慢了 和少了 大部分一些 如果还是一个 regional hub 来说 在香港仍然是 都仍然保持在 不过的尺寸也是 真的小了 因为成本问题 是的 生意就是没有那么好 是的 我见到你的讨计 大部分全部都是 成本行先的 例如究竟那些租户 将来租办公室 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 90几个百分之多 都是看租金 如果你的经济环境 真的很好 他们真的不用想 这个事情 叫做折楼 然后再想 完 但现在就反过来 真的要搞定 这个讨计很好的 他给了一个答案 给我们 原来租金真的是 一个主因 将来留下逐租 就算是 搬捨自留 都是一个主因 那这个答案 都是租客给我们的 一个答案 我们都知道 真实是如何 那我们都相信 其实未来 今年下半年 和明年的走势 都是看租金做主导 但是当然 质数也很重要 因为呢 其实现在高质数的 写字楼 和我们 就是看回我们的 柳林比较旧的 那些 租金差价都不是太大 是 所以变了 他们一看 就看很快 那些质数就是租金和质数 其实呢 我见到很多 例如最核心区 例如中环 大家都知道 有看新闻 就有两栋很新很新的 就在镇 看到海的 是 那最近很多的新闻 都说 他们租务的表现 是远差的预期 就是 譬如在长江二期 就说 10%都没有 分分钟 那么 Handerson 有些就说 要调整他们的策略 但是呢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质数很高 还有 也有 像你所说 日外设施 要什么都齐 ESG认证等等 那些 但是其实是否租金 是未落够呢 要再落多些 像你所说 差距 拉回再窄些 才有 需要呢 其实租金自然调节 我也很相信 市场 就是自由市场 一定是会自然调节到 水平 大家会租的 那我不太担心 是不是叫过高 或者过低 但是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其实需求呢 不是那么大 所以变成他们真的需要时间去租 我们以往来说呢 正常来说 都说一座新的写字楼宇去到40万 去到60万呎 可能都要好市呢 一年至年半租了 但是现在呢 市场比较差一点的时候呢 我觉得都会有三年或者以上 那当然我不期待呢 中环要那么长时间了 因为中环始终都是中环来的 那我们都希望它可以快些租出 那我们不会说租金 因为租金真的是自然调节的 一向都是 但是我会觉得现在 在市场里面来说呢 和以前来说 有些很大的分别就是 不同各区都有租金的差异很大 同一区中环可以租金便宜到 你说三十多元效率 去到百多元效率都有 就算其他外区 湾仔同楼湾浙如冲 租金可以低到二十多元三十元都有 那所以呢 我觉得呢 反而现在真是主导一些租客选择东西 除了租金之外 地区都很重要 我听你讲呢 地区上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或者问完租客之后发现呢 其实反而你看到最核心区 中上环那些呢 他们那个叫做什么 中城道是吧 就是很想死定住那个区 他们是特别高的 所以他们是挺愿意留在那个区 是的 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自己看回呢 如果唯一省钱 应该就不会留在中环 或者是一些核心区 是的 谁知道做完这个测试之后 看到的结果 原来中城道来说 中环是一个很大的地区 以及东九龙 这两区呢 原来的中城道是非常之高 去到超过80% 是的 那没有那么中城的呢 哪些区 没有那么中城的那些不提 我提一些比较中城道高 我看到的potential在这里 因为为什么 中城道高的地区呢 那市好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都可以愿意 给一些好一点的租金 去租一些优质的社资楼 所以就算你说中环 现在呢 空置比较偏高 那就是说 将来来的他们呢 就很有potential 很快就回复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都觉得 是positive的 嗯 之前呢 我听了很多 比如说地产的朋友 就说呢 其实你最核心区 有的时候呢 如果一些外国企业 想过来 香港的话 其实你怎么都会 有一个branding的考虑啊 还有广告啊 等等 其实你都要帥仔啊 见得人呢 变成了都真的是 首选是最 就是超级甲级的 就是中环那些 是是是 那最近 譬如政府都听到很多消息 是不停在海外推广香港 就说拉拢了很多 比较大型的跨国企业 是 有很多人 过百间已经有兴趣 过来这边研究一下 会不会变相 使到其实这一区 你会见到一个 或者租务上面的 查询啊 等等 有没有一个正确的 事情出现的 埃来行业 来香港文社自留呢 我就未见到一个突破的 但是 行业性呢 终于固定在哪里 是一定有的 举一个例子 如果政府吸引一些 AI IT TMT 这一区 我觉得很有可能性 都会落到铜锣湾区 因为最大的 就是他们的行家 都是那边 是 但是如果是吸引一些 Family Office 或者是一些 金融业的话 很大可能性 都是中环的了 因为他们的同区效应 都很重视的 而且很多时候 怎样去Crusta 那区呢 因为那区是他们的特性 而且如果以中环来说 如果你说 你找一些 就是 就是 人才来上班 那你的技术 AI 当然是去铜锣湾上班 那些也是这样 所以 变成都要看行业性的 这件事 所以就不能够 就是可能 未来你会逐步发现 在不同的区域 就算是一些 非核心区 他们自成一角 就会有一种行业 是 没错 是的 譬如中资公司也是 如果中资公司 他就再 可以在香港 有新的进来 香港这地方的话 展示也好 怎样也好 他们首选一定是 一些海景社支楼 中环地方 他们 现实地说一句 他们其实 现在内地PRC company 大部分都集中 在中环区 和西环区 你提到中资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 一额之隔 很多人说 其实因为我们的租金 虽然是自然现象 但是你又比较 例如北上 一些深圳 那些 就听说 已经说 把租租租得很便宜 然后想招揽多些 香港的企业 反而很想去那边 有没有出现这种 爭客的出现 我又没有看到 这个情况出现 反而很多时候 内地都会来香港招商 比如说去年 我们开始 都看到通关之后 很多内地公司 来香港招商 因为他们都要解决 他们的空置问题 其实我觉得空置问题 现在不仅是内地和香港 是全球性的 所以变成了 香港人 会不会回大陆上班 一向都有 但问题 有多深 我觉得香港 都是集中 都是喜欢香港上班 或者外出自家 因为都挺夸张的 我看到有些 好像中原的中国组那些 之前做了一些研究 我又看看 原来深圳的空置率 是30% 如果跟我们比较16% 其实我们不严重 是的 所以其实 我认为他们有空间 如果要去的话 是要再把租金 比较高一点 但是又有没有一个吸引力 我想说 我觉得如果找一些新的租金 都不是只是租金 是一个 我觉得成本 是由装修费的情况 都要考虑 因为装修费 今时今日来说 通胀的原因 其实都成本是很高的 是的很高的 还有你走的时候 你有一个责任要做 就是要还原 那还原费也是不便宜的 我只可以这么说 比如给一个 rough的数字 你想一想 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普通装修 今时今日我相信 都要去到七八至一千元 就是per square foot 的了 但是如果还原来说 要去到二百五至五百元 不等 就是说你成本来说 我除了六年 你没有15至20元的差价 都做不到这件事 但是问题呢 你付这张收费 不是等到你约五元才付 你一般过去之前 已经开始要付 是的 所以变了这个 我觉得今时今日 有拿这么大的钱 去做装修 都不是容易的事 是的 你这个有点 给了提示出来 就是追问下去 作为业主来说 其实你都见到 有很多 你说超级甲级的那些 都空置都高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比较中型 或者小型的那些 即是在和租客 在谈租药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什么 tracks 或者要一个思维上的改变 令到事情好些 我觉得今时今日 谈租不仅是租金 我觉得你一定要 达下一些基本条件 达到租客的要求 刚才你所提到的ESG 因为很多公司 现在很多时候 都要复制他们 公司的要求 要做ESG 起码你要有 环保认证 要有 健康认证 如果没有的话 不是不想 都可以想 不迟些再想 但是租金以外 如果有是最好 还有大厦有什么设施 可以令到他们 可以找到他们的员工 那些例子 譬如大厦本身 有没有一些gym 有没有一些 我们叫商务中心 有没有一些 类似是叫tenants 的cup house 这些都重要 因为现在你要找 一些同事上班 都要找一些 吸引的地方 绝对是 还有公司的摆设 也不可以只有 桌和灯 有些活动区 是的 活动空间 有些collaboration area 如果大厦有些 死固固的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都很难去竞争 市场 所以我觉得 除了租金以外 业主也要想很多方法 去处理现在的租务 没有问题 再加上 现在通常客户看楼 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视 就是说 究竟大厦的衛生 例如选租金 洗手间 够不够格数 够不够干净 看得很细致 这些全部都很细致 所以不要只说租金 留的客人 一定要有很多方法 这就是很基本的硬件上面 如果东西都在 谈租药的时候 有些业主 最近经历了这两年 有没有过 心态上的改变 没有那么硬件 谈租药的时候 有些条款上 有啊 如果选租的话 选租的话 选租也有时候会有免租期 新租除了免租期以外 他们有时候会帮客人想一想 就是说 你不够 cash flow 去做装修 那我不如做些简单的装修给你 或者一些 他们租一些 有装修单位的时候 我帮你改一点 去做到对你为止 开始弹性大了 还有我们觉得以前 就是事务前 是不会想 什么现在都会想 那当然有些个别例子 就是说 又怕做完装修 客人不喜欢 那他们会给一些装修津贴 哦 这个就是 在你的讨论里面 我本来打算问你 有些租客说 有四成八的话 希望业主能够分担他的资本支出 就是以前你哪里想 就是在想 为什么业主会肯定帮他做的 你不敢提出 对不对 还有我发觉 这个都已经不只是香港独有了 真的也是 有时候跟我的亚太区的同事谈的时候 其实其他地方 城市都开始做这件事 那作为租客呢 你觉得 怎样可以 真最最低优惠 对 有没有套路 又或者怎样省成本 你经常都说成本 是的 其实说成本 都不是我们说的 我觉得今时今的租客 十个里面有够的都赶 我觉得一定是成本的 我觉得第一 一定要找到一个比较 我觉得专业帮他谈一个租 因为他们贴地的也都知道 其他业主有什么优惠给到他们 所以就拿别人的优惠去跟他们谈 第二就是 我觉得需要谈面租期期间 也都要看一看成本 就是说你冷气管理费 够不够优惠 比如人家大厦提供到一些 24小时冷水的费用便宜一些 这些都是趁这个时候 租客都可以做到的 好啊 非常之有用 希望也能帮到大家 好 今天我们就是除了回顾 和展望一下 社税流市场之外 亦都中间滲入了很多 知道究竟 未来的老板怎么看香港 以及未来如果你们需要做生意 无论租客还是业主 在投资的角度上 都可以应该怎么走位 和联合电通 谢谢Fiona今天分享了这么多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